生命在呼吸之间 一口气上不来就走了 走时什么名利都带不走 万般都带不走 只有孽随身 而且在世所造的一切孽 将不差丝毫的全部带走 大家好 欢迎来到今天的 学佛早班车 师父说 所以人不能作孽 绝对不能 师父还说 一定要修一切善 要有大悲心 接下来 让我们看几则精彩的同修分享吧 首先这位同修分享到 一个灵验的小分享 前两天 自己痴疮又犯了 便血 以前也有过这种情况 不过每次简单用一下药 很快就好了 基本用一两次就能好了 所以这次也没觉得怎么样 去药店买了一个比较好的药 以前都是买一般的那种 以为马上就会好起来的 结果用几天都没有好转 甚至都没有减轻 我才紧张起来 但是我这时把药停了 既然用药不管用 肯定不是这方面的事 后来查了一下 以前师父有关这方面的开示 于是就许了21张小房子 许了一千多遍的往生咒 开始烧送了7张小房子 稍微有点好转 第二天又烧送了三张小房子 结果第三天就彻底好了 开始还有点担心 怕再反复发作 但是接下来这几天过去了 都是很正常了 真的感恩菩萨 有佛法就有办法 心灵法门特别灵验 解决生活中很多问题 只要愿意相信 愿意尝试 您一定会收获意想不到的效果 花很多钱都不一定治好的病 通过心灵法门五大法宝 不花一分钱 病就好了 这次弟子真的亲身感觉到 这种灵验的效果 感恩伟大的释迦摩尼佛 感恩伟大的观世音菩萨 感恩伟大的师父 感恩分享 这位同修分享道 师兄们大家好 2023年2月20日 去工作时 不小心扭伤了脚 摔破了膝盖 我不停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 并拖着扭伤的脚 完成了一天的工作 下班后 女儿他们来接我回家 回到家 我马上许愿小房子 并急急忙忙 烧送了21张 然后从周一开始 每天烧送七张小房子 祈求菩萨保佑弟子早日康复 并且期间也在工作 因为是基本用电脑的工作 不用走来走去 今天两周多一点的时间 终于感觉左脚基本恢复了 现在只是有一点点的肿 所以师兄们 平时一定不能浪费时间了 多念经啊 弟子每天起床 都会很感恩菩萨 感恩师父 在天灾人祸不断的今天 唯有学佛 唯有精进 才能保平安啊 佛法真实不虚 无限感恩观世音菩萨 慈悲保佑 慈悲加持 感同修的分享 这位同修分享道 分享一下放生后 妈妈顺利过节 感释迦摩尼佛 感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 感恩师慈父 师父在问答 2018 0701B 30分16秒开始道 49支甲鱼一波的话 实际上就是一个结束 49就是一个生命的结束 昨天我下班路过一马路 刚好有小甲鱼 我救了120只甲鱼 其中拿出70只给妈妈放生 求菩萨慈悲保佑 妈妈身体健康 消灾解难 今天早上 妈妈烧好饭 准备吃饭 她说我不吃了 她说饭苦苦的 不想吃 我不觉得就吃了 吃好不一会儿后 头晕晕的 一口沫子就吐出来了 妈妈说 今天早上那袋卖片 怎么是一团的 我才知道卖片过期变质了 好在我吃饭前 感恩过菩萨慈悲赐我饭菜 师父在《白话佛法》 第三册第28篇 庄严佛净土 严师出高徒一 也开示过 如果你每天拿饭碗时说 谢谢观世音菩萨慈悲 你都不会吃上毒饭 毒不死你的 今天上早香时 慈悲的太岁菩萨香又打卷了 我知道太岁菩萨 也在帮我们消夜了 又念四十九遍 消灾吉祥神咒 转了今天部分功德 吐了好几口墨子 人没事 吐得也不难受 好在昨天给妈妈放生 妈妈一大早就躲过一劫 感恩我们伟大的 释迦摩尼佛 感恩慈悲的观世音菩萨 感恩恩师慈父 感恩分享 这位同修分享道 我家老公公 今年九十四岁高龄了 非常虔诚 一心向佛 每天吃斋念佛 拜观音菩萨 现在身体健健康康 棒棒的 轮椅也不用了 生活都是自理 我和老公公说 叫她把观世音菩萨 时刻要放在心里 念佛 以后观世音菩萨妈妈 会来接您的 我刚说完 身上浑身发热冒汗 老公公听了 充满信心 开心笑了 感恩南无大慈大悲 观世音菩萨 感恩师父 分享结束 如果有不如理不如法之处 请大慈大悲 观世音菩萨 慈悲原谅 同修自己的业障 自己悲 不让师父悲 不让师兄们悲 接下来 让我们一起来听 师父的精彩开示吧 学佛人 要广积福德 勤修智慧 才能成就真正的人生 福和慧 佛法讲 要双修 因为福气和人的智慧 那是像飞机的双叶一样 缺少一边 这个飞机就不能起飞 所以有福的人一定有智慧 有智慧的人一定有福气 所以让我们用佛法的修心 福和慧 在人间创造出我们佛法的真正的人生 记住了 一个能够功德圆满的人 他是一个福慧双修的人 今天你们在这里 为众生端茶成饭做义工 能够度人救度别人 就是一个有智慧的人 你们帮助了别人 就会有福德 所以人想解脱压力 最重要的就是要用福德 中华文化的传统道德 孔老夫子说 乐以忘忧 也就是说 一个人快乐 他就会忘去忧愁 这几天 大家在这里非常的快乐 你们就会忘记忧愁 希望你们永远在天上快乐 就会忘记人生的烦恼和痛苦 感菩萨感师父 在今天节目的最后 让我们在一起听师父的几句 佛言佛语 比如 在马路对面看到一个盲人 拿着拐棍走过来 你的心里马上就要想到 哎呀 虽然离我很远 我能不能过去帮帮他 如果你真的动了这么一念 你就中了善音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学佛早班车的内容 希望每个人都可以元气满满 迎接每一天 加油吧 学佛人 同时也期待明天同一时间 与您在这里再次相会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